现在人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 所以来到医院做体检也好 看病也好 做接受胃肠镜检查人越来越多 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 就发现有西游人越来越多 胃肠道西游 大家知道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 那么或多或少 或缓或急都会发展成恶性肿瘤 肠道的这个西游 那么它癌变得更高 那么对于胃上西游等等 包括肠西游切除之后 要看这个西游大小 已是切除的这个方式 假如要五个毫米一下 几个毫米的西游 我一般用这个电极烧镯 雅气烧镯等等这样的方法 烧镯之后 那么就结束了 那么这样病 那我们休息一周就可以 但有些西游可能用圈套去圈套的 是做的这个黏膜的切除 甚至做的尼竹生圈套等等 这样的西游 因为它根基比较粗 球体比较大 而且它的血供比较丰富 所以这样的病人要更多的休息 否则大家知道 就因为持发性穿苦和出血 那么这些病人严格讲 在一个月内都应该注意休息 特别是前三天 然后前两周 然后一个月 都要避免剧烈的活动 然后饮食避免吃辛辣刺激这些食物 等病情完全缓解之后 才能恢复你正常的工作 当然小吸肉 那么也许休息三天就可以 一般也得一周之内 避免剧烈活动 避免吃刺激性的这些食物 当然也避免精神紧张 从此密切观察自己的感觉 比如出现大便变黑 或者恶心吐有欧血 以及突然腐胀腐疼 有体温 那就要高度怀疑 是不是有迟发性的并发症 比如穿苦和出血 要及时的怨疾就证 以免耽搁病情